5平方square foot的藥 樓盆全真 是由5平方square foot 優質樓盆全區 真作爆出 歡迎收看樓盆全真 辣椒消失後樓市起動 但不知往事可以維持多久 新盆紛紛趁陶生門減價走貨 可惜旺丁不旺財 設立後第一個開價的新盆 是牛頭角泰豐 希望可以以價換量 首批軍價低市價一成半 15000元便有走 估計赤價30000元以上的豪宅天璽海 便會以招標形式發售 面對信貸收緊的資金壓力 發展商傾向要錢多過浪住國家 不取態令二手業主的反價空間有限 只能令原本一兩宗交投的藍醜屋苑 成績三級條 措施起到調節作用 但難以主宰大勢 樓價要轉勢向上還是言之過早 放盤環節參觀的長沙環新入貨本為講會 設立後 持貨只有一年的業主 馬上將放租單位轉為放賣 賺錢離場的如意算盤 又打不打得響呢? 研樓環節 選中中山的一個單位 業主買給爸爸回鄉下安老 質素可否和港樓比美呢? 設立無二位市場釋出利好消息 特別是激活了沉寂多時的新盤市場 設立後第一個賣樓的全新盤 輪銀石結尾的Belgravia Place 首批138伙順利清倉 次輪賣出大約九成 似乎市場已經收貨 但上一個成績同樣是理想的新盤 已經是半年前的油塘春海站 不過設立後第一個開價的新盤 比這顆深水炸彈更加強勁 創了市區超過七年的新低 就是新進發展商黃新興集團 發展的牛頭角泰豐 首批開出168伙 設施軍價是14800多元 比設立前直開價的Belgravia Place 還要低7% 附近的一手樓 赤價現在大約要2萬元的水平 泰豐亦略低過 柳齡20年以內的清水灣道8號 但比柳齡比較舊 即40年以上的物業 高出大約2成至3成8 市場認為 一手盤的貨量大 始終要大幅折讓 才能吸引到有閃力的買家 在跌市之下 有信心投入住宅市場 香港這麼多的支柱 唯一自救的方式 就是刺激來需 我這樣形容 現在是大病初遇 剛剛起身 市場大家都很疼 都是慢慢走路 你要跑100公尺 我相信不是時候 你現在回歸正常 到跑的時候 我相信要減息 泰豐的前身是啟德大廈 收購超過10年 用強拍同一業權 總地價達到53億 即每呎成本價大約是1萬元 以折實呎價12000至16000元去計算 首批很大可能都是用成本價去推盤 以紡織業興家的黃新興集團 企後擴展業務去到餐飲等等 現在首度踏足住宅市場 找來本地老牌發展商新世界 作為智囊團幫手賣樓 或者都已經摸清楚市場的底細 雖然這個項目屬於市區盤 但周邊的環境都支持不到樓盤 用高檔定位發售 泰豐位於觀塘道旁邊 左右兩邊分別是平石川和彩德川 距離最近的港鐵彩虹站 要走大約8分鐘 全程都沒有啞遮頭 不過幸運的是 生活配套都頗齊全 日常舊物除了可以依靠周邊的屋邨商場 樓盤基座都將設有超過5萬呎的商場 未都已經知道 部分樓面將會用來做幼稚園 相信這個樓盤都會主打家庭客 多元化的開擠和靈匯的間隔 都等住戶將來開案需要做改變 泰豐全盤提供807火 主打量房戶佔超過一半 有421火 首批都順理成章 推出比較多這一款職型試水溫 一共有111火 自實均價14900多元 樓價介乎大約667萬至889萬 主要分佈在第一A座和第一B座 6至26樓的單位 散佈在四個方位 估計西南方景觀比較廣闊 但正向車來車往的觀塘度 未免會衍生噪音問題 由1B座19樓B室的示範單位可以看到 露台和睡房都設有隔音頻 這個單位樓價折實是846萬 赤價是15300多元 在首批單位當中 相同方位的1A座E和F室 以及2A座的A室 平均尺價比相反方向 即向西北方望內圓的1A座D室 和1B座C室低大約3% 事實上 向內圓的單位 即使是低層 都可以享有由近至遠的六花景觀 能夠望穿前面的學校 遠跳平石遊樂場和飛鵝山 屋苑火數第二多 有超過兩成 佔大約170火的一房戶 就是集中在2A座和2B座 向東邊 以及在1A座向西北方 同樣都是望比較優質的內圓景 首批推出2B座的A室和1A座的C室 一共有39火 設置平均尺價14400多元 樓價介乎大約470萬至552萬 全盤一共有64火開放式 集中在2A座和2B座 首批推出18火 平均尺價反而最低 只是13900多元 樓價介乎大約373萬至406萬 位於2A座的E室向北面 被前方單位的露台阻擋了部分視野 加上對出比平石村的柳景遮擋 估計都要高層才有機會可以仰望遠眺山景 樓盤另外設有103火山房戶 面積介乎560至774呎 首批未有推出 參考面積最小的一款開職 是位於2A座的D室 面積比最大的兩房戶 還要小111呎 原因是 發展商在部分的兩房戶 加了化妝間 兼且用耿廚設計 所以買家選樓的時候 就要更關注開職的實用程度 次立之後一個幾星期 樓市雖然未至於歌舞升平 但對比起早兩個月已經明顯土轉 可惜旺量不旺價 截至3月7日已經錄得大約1600宗的一二手成交 十大屋苑更加錄得至少110宗 已經追過二月全月的105宗 不過都更遠低於旺市的時候 每個月的總成交量是6000宗的日子 而且價位依然受壓 發展商家優惠推貨尾 反價的二手業主都未必可以出貨 十大屋苑之中 樓價有明顯升幅的屋苑只有三個 新都城和江湖山莊表現最好 樓價比起設立前的一個星期 升了超過一成 其餘屋苑只是微升甚至倒跌 康宜花苑岸星期跌幅更加達到半成 平均尺價只有12700多元 沒有辣椒綁著重出江湖的 還有一群魔貨的投資者 俗稱的魔貨是來自英文confirmmore 意思是說買家向原業主簽了正式買賣合約後 再在成交期前 以確認人身份將物業轉售 便可以免卻要給物業尾數和承擔賣樓的責任 十年前魔貨曾經風魔一時 但條件要樓價向上才可以從中獲利 但現在處於下跌市 都很難令單位摩得起 同時受制於條款規定 新樓留花期內不可轉讓 其次設立不等於免稅 從價印花稅都是成本 加上銀行停造魔貨按揭 都令風險大增 絕跡十幾年的魔貨 隨著撤銷SSD被重提 不過多間銀行先行落閘 就說不接受魔貨的按揭申請 當它沒有人做這件事 時間內 他們要重新審視風險在哪裏 包括條文 律師樓能否處理到 以及中間風險有多大 當市場上慢慢發酵 和剛好本身的政策 是逆周期措施 即我們叫減納 其實剛好才開始放鬆了 變相在銀行角度 都未必想把這麼大的風險 放進他們自己的貸款裏面 又加上引起金管局最新關注 當它關注後 風險其實銀行都會再看得緊些 如果要短炒魔貨 只能夠full pay 可能小銀碼的資產比較有利 例如納米盤、車位等等 設立之後有資深投資者 買入東營油廣場一男子的車位 隨即加價一成半測售 消息指當中大約二十個車位成功磨出 至於嵐心比較大的物業 而又不想full pay 魔貨 坊間有說法說 有財務公司還肯承造按揭 前提是要承擔高息風險 儘管解決借貸問題 由於受買賣合約條款限制 法律上都要小心 成為subsell agreement 就是一個轉售的正式萬物合約 還要留意環球經濟依然受壓 設立可能只可以為樓市充起 預計樓價在短期內的升幅未必顯著 短炒未必可以賺取可觀的利潤 而且還需要平衡當中的風險 樓市雖然漸見體息 不過旺量不旺價的情況 二手都是這樣 下一節帶大家 去到受投資者歡迎的南昌站 參觀一個三房 有裝修 望海景的單位 面對全數二手都要蝕住手的情況 放盤業主可以怎樣自處呢 設立後的一手市場動靜似乎大些 二手要出貨也比較難和一手較量 畢竟准賣家入市 面對同一個屋苑 折扣比較大又更新淨的貨味 和定價深紅的二手業主相比 都高下立見 三大辣椒全設 的確可以大黃氣氛 形容在二手市場 沒有額外印花稅菌綁 即時釋放大量盤源 不過競爭加大之下 間線都很難做好 今集放盤的業主 都正正因此隨即放盤 持貨大約一年 放出維港匯二 3A座中層D室 三房一套年多功能房 業主在財政預算案公佈前 只以6萬5千元放租 設立立即轉為放售 790呎享有海景單位 叫價2380萬 赤價超過3萬元 先入屋參觀 看看和其他二手有什麼不同 回來再分析市房 近800呎的三房一套單位 聽大房大 業主在買入單位之後 都幫單位做了少量的裝修 加設了不少的組合床 組合櫃等等 例如在客廳這一整幅的電視櫃 不過櫃身的高度會有些高 如果拿東西的話會有少少不方便 可能要行到梯才行 預計有足夠位置 可以在旁邊放四人餐桌 還可以利用旁邊的層架擺設 長營廳接近200呎 業主在這裡放置一張大型梳化 和電視櫃之間走同空間充裕 廳外接約27呎的露台 正對維多利亞港 但就比維港匯三期遮擋幾乎一半的海景 右邊單位的露台也比較突出 景觀就被限制住 不過幸好還可以遠望中環一帶的景色 向下望就是屋苑泳池和海濱長廊 主人房工作平台和露台同向 但望海景的範圍更廣闊 近120呎的主人房 放了雙人床連組合櫃 仍可以做到三邊落床 近浴室一邊略顯不規則 但正正好沿著長身安置曲 尺組合櫃 收納空間充足 至於兩間睡房就是望另一邊 和海景舞園 以樓景為主 這間客房正正對著海樂園和海景村 預計私隱度欠逢 採光度都會比較差 不過好處就是 房間用了曲尺窗的設計 大大增加了房內的採光度 不過預計要落臉才能保障私隱 大約50呎的房間開職是正 設有組合櫃連床 儲物空間充足 至於另一間睡房面積大一點 預計只可多擺一張單人床 如果要加設書桌等的傢俬 就要仿效剛剛睡房訂造組合櫃 兩間客房緩對出就是客廁 設有臨浴間 屬於名次設計 主人房浴室基本配置差不多 這裡有浴缸 至於耿廚幾乎保留發展商一手配置 大約52呎的空間設有L型工作台面 基本家電齊全 至於廚房內的多功能房 連廁所大約有37呎 內置一張雙層單人床連貴 來有裝修的單位 或支持業主叫價比較深紅 但另一方面 未必符合每位新業主的口味 要撞客才可以容易買得出 叫價2380萬 比起業主一年前買入價高近1.7 不過同期大使要跌1.1 加上維港匯過去促城的兩宗二手成膠 都要涉釀離場 幅度最高有1.5成 就是放盤所在的第二期 去年年尾兩房戶 成交只1,150萬 兩年間要貶值1成 雖然可以向海 不過與放盤間隔差距大 未有類近的成交可參考 只可透過客觀因素分析 我們問過兩家銀行 當中股價比較高的渣打 只股出業主買入價2,040萬 至於恆生只得1,970萬 股價不足率達到1成7 叫價似乎未能獲得銀行支持 現在入市的利好消息 除了免壓測 二、三千萬的大馬樓 透過銀行借取按揭的乘數 由六成提高至七成 並不是沒有代價 月供會隨之增加 樓價2,380萬 假設借盡七成按揭 首期減少714萬 但月供要8萬元 比較六成按揭高出1萬1 供款佔新買家入息一半 便可符合要求 SSD鬆綁後 二手供應隨即增加 大量單位一湧而出 要視乎市場需求 可否有相應增加 樓價才不會造成壓力 無論設立前或後 始終大屋苑比較有優勢 但二手要全面恢復復甦 似乎要等多一段時間 設立後 維港匯的二手市場依然淡靜 只是放盤量有增加 但暫時未見有成交 始終是新型屋苑 而有部分剛剛入伙的業主 他們是預計了繼續持有的 因為當我們買入那一刻 我們的政策是要持有三年 接著我們改了兩年 但今天到今天 我買了一年便可以放賣了 即他們其實是有一個持貨的能力 所以他們未必會很急著 要放售便宜賣 加上現時屋苑一手貨美糧 仍然有超過300斤 設立後成交加快 錄得大約30宗一手買賣 所以如果二手業主想出貨 就要等折養幅度較大的一手先散貨 而且維港匯屬於區內大盤 一手搶客的情況不局限於自身屋苑 更影響附近一帶的半身盤 例如主打投資客的匯曬 設立後二手交投都未見有顯著上升 錄得大約6宗成交 輕微高於設立前一個星期的2宗 樓價更未見激活 設立後的成交中 有三分之二的業主都要竊樣離場 竊樣幅度最多達到1,6 是來自三旗5B座 中層D室望深旺度 350多呎的一房戶 以708萬成交 持貨近6年 賬面虧超過130萬 不過對比同期大市跌超過2,2 跌幅相對較少 鄰近屋苑錄得的二手成交 價錢同樣受壓 以港灣豪亭一間兩房為例 最新以大約790多萬成交 六年間單位要虧讓2,6 幅度比同期大市跌1,8更大 總括而言 長沙灣的二手成交 設立前後都比較活躍於大型屋苑 但樓價仍然受壓 單棟樓和小型屋苑的價量 未見起色 設立似乎在二手市場的短期效果有限 不少老人家都希望可以回鄉安老 下一節驗樓 業主買了中山一個大單位 讓爸爸享受生活 不過質素差了些 空股多不在話下 流水更由浴室流到出廚房 尖Sir也下一次 正正是這樣 業主故鄉在中山 見爸爸上年紀 想遠離繁忙的都市享受退休生活 下一代可以方便照顧 所以選擇在故鄉買樓陽爐 位於中山坦州的御峰名門 業主在去年12月 以現樓方式買入十棟頂層單位 建築面積大約1280呎的四房 樓價是168萬人民幣 建築尺價大約1300多人民幣 內地樓價低 質素會否都是這樣成正比呢 進屋檢樓之前 先和尖Sir在外圍走一圈 不走得遠 就已經發現樓盤外圍佈局有點不妥 這個屋檢外圍有些地鋪 地鋪和外面隔了一級 不止 因為外面出現很重大的沉降 超過100mm 所以這裡很大條縫 其實這個沉降都知道了 之後都要整好它 原因就是之前它填泥的時候 沒有壓得夠緊 那些泥向下一座 出現很大條縫 以前的香港也經常會出現 現在香港不會的 就是填泥的時候壓得夠緊 但是之前壓得不夠緊 就有這樣的情況 你看看這裡 也看到這些縫泥塞小垃圾 擔心沉降的時候 那些泥將裡面的水管、電線扯爆 過往曾經都試過 有些地方出現沉降 爆水喉會很密 不知道這裡有沒有情況 通常這些沉降到差不多極限的時候 再蓋地上的石 再墊一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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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麻煩 多數是做Lockup 入屋基本敲一下層身 工藝算是近來檢驗的內地盤之中最差的一個 嘩 這麼多腳射空 多少腳射空 出現露台 手工有偏差 出入也成問題 真的鎖不到 這個 兩邊都不行 噢 扣大分 再檢查柱次 都同不出尖 sir發眼 真是羊羊扣大分 哎呦 糟了 開了翻 這裏斷了 所以這裏是六四屋的 這裏的水龍頭出現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水龍頭邊 流水下去 因為這裏夾得不夠緊 那些水運這個邊 滴到櫃底 第二個問題就是這個 水質基本上是失靈的 原因 就是這個 壁和上面那個 那個拉手 是完全分開了 根本就沒有薄 頸部放在這裏 算數 來 先打開 會漏水的又怎知水龍頭 這裏更加漏得好像瀑布 這裏出現了一個 蠻有趣的 旁邊的廁所 有一個窗 這種窗 水在這邊打過去 是很防水的 反過來是完全防水的 即使旁邊一洗澡 水有機會這樣做過來 就是灑水這個窗 完全是關不貼的 如果弄貼一點 漏水的量一定少很多 這個 必須要弄的 否則 旁邊抹水 抹得很緊要 弄貼一點 這樣便會抹少些 從裝置配件上高 都可以看得出 工人的工藝未算成熟 所以來到窗這些重要部件 最好也是做足功夫好些 這裏的窗扣 是頂底一顆螺絲 中間一顆螺絲 理論上可以裝三顆 其實在香港 我都說過 兩顆就可以了 三顆就可以了 為何這樣說呢 好技術的那些 兩顆開鎖 如果把窗戶都貼了 不要緊 因為中間那顆 起初就是裝中間那顆 然後調整位置 然後再調整頂底 如果技術好 一定是頂底搞定 就不需要中間那顆 但是這裏 我們會寫 都還有位置 所以我們都覺得它是技術比較 所以它應該裝三顆 浴室的窗 漏水漏到出廚房 主人房又做漏螺絲 導致窗和結具來許水 兩大項目都不合格 合共沒有了十九分 另外腳線和長身都發現到空股 再加上角柱的崩花污漬 合共再沒有多十四分 最後因為手工不善 導致單位在香港標準中 只是值六十七分 是近來比較低分的內地項目 香港的頂層單位 發展商大多包裝成特色戶 連天台出售 內地是否一樣呢 內地不流行特色戶 例如今次驗收的單位 每家每戶都有天台的使用權 所以頂層單位都沒有特別優待 我們驗收的頂層單位 就沒有附送天台 不過業主告訴我們 這個天台就是公家的 換言之有需要的話 都可以上來看到浪下山 經後樓梯落一層 就可以返回室內 近年內地新盤的設計 逐漸拍得上港樓水平 仔細看更加發現到 精裝房的精品之柱 這個單位的廳房 腳線的磁磚 跟長身的批檔拉平 其實我頗喜歡這種做法和設計 因為任何架子都不用 在腳上按摩 就腳線 這樣就接下去 不過這樣做法 很高很多很多 因為每次長身的批檔 是要遷就磁磚 做的東西是多了 也很麻煩 像這些空谷 要換它入環圍器 要製作它出來 差不多肯定 長身肯實 工廠後又要做培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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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製作工序麻煩了些 但可以方便住戶設計家事 香港多數做一條批出來的 就不會做平的 第一件事 香港天氣都濕 其實這裡很濕 很多時候長腳都濕了 你做平時 水一吸上來 很多灰、漆、甚至批檔 都有問題 所以很多時候 香港做批檔 批到腳的斷領是不批的 讓它不會吸上長身 寧願去做腳踩的時候 貼上臉 便會少很多麻煩 廳連露台 外望內圓景 有空的時候可以出去欣賞風景 不過出入便要很小心 這個露台燙門 兩側的玻璃門 是有拉手的 而這個拉手和旁邊的門 設計很容易夾出手 所以用後便要小心使用 如果有一個stopper便好一點 廚房做了在廳的一邊 其中一間睡房便在玄關旁邊 至於其餘三間睡房連露室 便分佈在走廊內 入房看看 特別留意到窗框有個部件 是外國常用的設計 有些設計在香港未見過 就是窗框有個通風 因為在北方天氣冷 有時入面三天窗 開暖氣 很容易會焗傷 通風口有關 入面開很極暖氣 也不會太焗 有些空氣流進來 這些我在歐洲見過 在香港未見過 中國的南方也第一次見過 但影響不好的一件事 它交流時沒有撕膠紙 現在要撕膠紙便麻煩了 你身邊便非常困苦 另外還有一件事 它這個通風 它來到這個位置 讓這條企柱頂住 你想開 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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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浴室這個位置更加是用到用到 這個蓋子 就像我這樣 做事做一半 做一半 只有一半 凸出來了 切斷了 讓這個位置頂住 之前 種的電視箱 遇到好一點 要是走出來 要是走進去 應該要走進去 好過現在 做一半 做一半 這樣 又用不到 看又沒看 這裏的去水喉摺放方法 挺有趣 做了一條 大直徑的去水喉 上來 然後 洗手盆 這條小直徑的枕櫥 下去 有個不好處的地方 很容易掉了些東西 下去 不知怎樣走 我擔心 有時外游軟了的時候 有些蟑螂爬爬上來 將喉摺平 找一個叼沙 再駁下去 都可以 主人房都配備浴室 表面看 有齊基本設備 但看真點 裡面 原來只有樣子 主廠 這裡有不少收納空間 有洗手盆櫃 又有座設上高的吊櫃 不過這塊鏡 不要以為是鏡櫃 我試了很多次 它都開不了 內地物業 一般以建築面積計算 內籠比例 理應比香港樓宇 以實用面積計算偏低 驗樓單位建築1280呎 內籠佔建築面積的8乘2 相當實用 樓底高9呎 3寸半 休息回來 請來分析師 來個樓市設立大檢院 千呼萬喚 政府回應市場的訴求去走納 有人歡喜 但可能也有人熟 有聲音說樓價會否有大幅回升 打工仔又買不到樓 究竟與辣焦市 今天就由宏觀的角度去談談 身邊有分析師蔡家文 Kevin 你好 Hello 大家好 現在將所有的樓市措施 還原回到2012年的世界 即是可以自由買賣 其實在過去一個星期的反應 市場能帶出甚麼啟示出來呢 其實設立最重要的是 谷高成交量 你會看到過去一個星期 其實成交去到一手樓 去到800單 你看回上一個月 其實是270 整個月是270 所以單一周 其實成交量已經比之前高 差不多3倍 那我想其實切辣 減辣 其實這個最主要的效果 是用來谷高成交量 因為本身買的時候要BSD 你同時又減了SSD 還有NRSD 其實這幾樣東西 它本身是一個成本 是一個cost 令到有些買家 過去一年他們想買 但是又不肯抬高的價格 那Seller 他們想買 又不肯抬低價格 大家看到一個隱藏成本在 那切了這個辣的時候 平均是平均了大約15%左右 其實效果就等於 將買賣差價收窄 令到成交重現 嗯 確實就是帶到一個小陽春出來 那現在就切辣 放按揭 停壓測 就一起做 其實好像將所有東西 壓住在樓市那裡 結果問題是 現在的狀態可以維持到多久呢 因為樓市那麼低迷 其實大家都在說 關不關減壓市呢 還是結構性 或者是整體經濟的因素呢 嗯 最主要的辣椒影響 純粹是成交量 你說樓價什麼時候會有 叫做力量推翻它上去 以及過往 例如以上一個市頂 就是21年的9月 看樓價指數 去到現在其實都跌了大約25%左右 過去這兩年跌的25% 主要原因是根據一些數據分析 看一些歷史數據的一些分析 它就顯示 最主要其實是兩個因素 影響樓市的價格 第一個 我研究過最影響的就是這個 按揭利率和租金回補中間的差價 現在你看看平均的租金回補 去到3.07% 這個是最新的數據 如果你做這個 你看回HIGHBO的話 其實你就算用P-2 去看回ONKIT的利率 就大約4.125%左右 所以證明就是說 你買樓 你供樓的利率 是比你去放租收到的回報還高 這裡你看到大約-1%左右 以往看回歷史數據 過去為什麼會 例如08年09年 開始會一直升 升到去100年 中間每年平均就升10%左右 當時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升幅 就是因為有很多投資者 他們看到租金回補是高過按揭利率的 例如用08年09年當時的數據 你看回按揭利率 其實你看回HIGHBO其實是1厘左右 你供樓的時候是大約1厘 1%左右 但是你租金回補當時是4厘 就是你買完樓之後 我當我full pay 都可以賺到3%的這個息差 所以很多的投資者就會買 然後一直長持著 去到什麼時候這個差距收窄呢 就是租金回補和按揭利率差不多 就是100年尾 100年尾的時候 兩者都是2.5% 即是你供樓和租樓的利率 是一樣的 一樣的時候吸引力就沒有那麼大 所以去到100年尾的時候 你看到樓價就開始橫行 橫行波動 去到21年就開始跌 為什麼21年會開始跌 就是因為21年的時候 全球央行都說 宣布會加息 會收水 加息收水的時候 就會令到按揭利率高過 組金回補 你看回近一年的數據 為什麼樓市會跌25% 這個是最大的主因 就是按揭利率高過 這個組金回補 雖然現在的幅度正在收窄 但是還未追得上 這個是最主要第一個原因 另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這個收水 全球央行都宣布在22年開始收水 例如你看回美國聯儲局 美國央行FED 它的資產負債表 其實是由9個Tillion美金收下去 目標是落到7個Tillion的美金 你看到它收水的時候 歷史數據顯示 每一次收水樓價都是跌的 本地因素都扮演出一個重要的角色 還有銀行的取貸其實都影響到 因為其實你剛剛也說到 現在的額始終都比較高 銀行其實錢出去 其實它都叫做賺到生意 現在所有辣椒都沒有了 那會不會變得更容易入市之下 好像在鼓勵大家一起去槓桿起來 如果不是經濟也不太能搞得好 嗯 辣椒那一段 就是令到買家和賣家的價格 去拉近一點 令到成交出現 另一個點 你說是否會逼人去槓桿入 是的 因為現在金管局 隨時會押測 變得寬鬆很多 但通常被押測影響得最好 所以本身去限制最大的人 就是可能是一些 畢業了幾年的年輕人 或者剛剛儲到錢去做首期的人 那我身邊有些朋友 他們的確是會看著壓測 以及看著自己的儲蓄 是不是剛剛好到首期呢 一到然後壓測又過就會上樓 甚至乎有些會跟另一本亂名 這樣就更容易去過壓測 所以我覺得去放寬或減少壓測 其實最主要是逼一班年輕人去上市 的確是鼓吹他們去槓桿的 沒錯 其實不多不少都可能真的吸引到 一些人去入市 其實現在市場上 也有兩大的競爭者 或者這麼說 是一手發展商 或者是二手業主 可能他們根本都不可以鬥什麼 只不過可能是發展商 現在看到切勒後比的優惠 反而更大了 即是他們都急著散貨 但另一邊商就看到 二手業主又比較深紅 有些反而是反價 現在是一個這麼亢奮的價格之下 會不會是趁二手業主 未被一手這麼低之下 是另一個徒生門讓他們離開呢 是的 發展商這幾年的數據 其實還有很多的盤 是要放很多貨 是要放出來的 但是前陣子就很低迷 早幾年價格又低 成交又低 他們是真的放不到貨的 你看看一些發展商 或者地產股的股價 其實都反映了很多這些 隱藏的新聞 有些數據會出來 有些可能還未出現到 但是純粹看它的負債比率 或者看它做很多的樓盤 其實真的要放出來 這個的確對未來來說 都不是一個對樓市樂觀的指標 我覺得仍然中長線 我還是偏淡一點 是的 切勒一個星期就叫做活躍了 但其實誰才最開心 或者是大贏家 因為我們看看預算裡面 講到供應的部分 其實見到政府是想買多些地 在未來五年那裡 見到它每年平均是希望買到萬九貨 比起過去的五年 是高了一成半的 其實不過買到地的前提 就是要發展商買到一些單位出去 那會不會設立這個舉措 其實幫到發展商之餘 也會幫到自己呢 有機會的 有機會政府這幾年的收入其實都不是很充足 特別你看到股票那邊 股票那邊 在年半之前 它曾經想加股票印花稅 去增加收入 但是增加股票印花稅的時候 股市的成交是低了很多的 港股成交是非常之低迷 講的是它在加印花稅之前 以前的股票印花稅可能是0.1% 成交每天都有過千億 是一千或以上的 港幣 但是它加完印花稅去到0.13%之後 港股成交是低了很多 最低甚至乎去到一天 只有400億的成交 即是成交跌了六成 其實樓市股市也是很相似的 你看到它在過去十年的時候 是不斷加辣椒 加完之後成交是不斷的 它現在切辣 其實就等於跟股票印花稅一樣 它都是想減回去 去令到刺激成交 但是真正的提振作用 我覺得不是在乎 你買賣的時候 中間的成本有多高 始終都是要 投資者覺得樓價長遠會上升 或者就算樓價不上升 我放租的時候 會給我一個很穩定的收入 但是另一方面 可能有人擔心就是 炒封會不會重現呢 因為始終銀行之前也有說 下閘不做一些摩貨按揭 另一方面 中國的經濟又開始不太好 少了這班人下來買樓 反而反而我們是北上消費或者置業 是有這樣的情況 如果是這樣的話 市場又能不能收起呢 成交是會上升這個肯定的 其實一向政府的說辭 都是說要壓制炒封 無論是內地 就說了很久 內地說房住不炒這個字 是1516已經很早已經出現了 就是叫大家不要推高價 純粹是你真的要住有剛需才好買 我想香港政府的說辭都會是一樣的 都是叫大家不要炒了 但是你減少了交易成本之後 當然成交會高了 還有很多人會想做flipping 即是買完另一邊箱很快就放出去 即是俗稱摩貨 摩貨這件事都很久沒有出現過 現在成本低了 就會有這班人出現摩貨 但是摩貨也不會令到價格向上升 純粹是他這邊買完那邊放 看回歷史數據 08至100 他為什麼會一直升 就是因為沒什麼賣家肯售 他們大概都覺得 那個樓價是有得升的 過去幾年每年都升10% 然後就算樓價不升 我純粹放租 都有個租金回報 即是你又可以賺價又可以賺息 所以兩個的好處底下 他們就不肯放 不肯放的時候 沒有saving power 沒有saving power的時候 那個樓價就可以保持著 抹高去售 所以摩貨或者成交增加 膠頭增加未必會推高過價 我自己是覺得 仍然只是成交量升 價格是不會增 辣椒也完成了他十多年的歷史任務 其實樓價在19年多的位置 到現在都下跌了兩成多 但是和沒有辣椒的時候比 其實還有三成多的勝負 其實樓價短期或者長期又怎麼看呢 會不會小漲大回或者甚至跌穿現有的屬性 小漲大回我覺得是認同的 我認同是小漲大回多的 第一次看探就是21年的9月 當時剛好就是樓價指數的高位 一直都是看探 去到現在過去兩年半都是一直看探 現在看法都是沒有變的 仍然中場線都是偏淡的 原因都是回憶 第一個就是始終的安歧利率 還是高過租金回報 租金回報是正在升的 由上年低位2.4、2.5 上升到3左右 你說它會不會上升到4以上 我覺得沒有那麼快 你看回它的趨勢 其實它都是慢慢上升 可能最多是上升到3.5、3.0 按揭利率一天美國不減息的話 按揭利率你去供的話 你去P減的話 都是去到4%左右 所以租金回報應該沒有什麼望 可以追得高過按揭利率 所以有什麼情況會按揭利率 會下降低過租金回報 就是減息 就是美國要減息 那美國你看回Fat Watch 即是人們去猜 美國那邊幾時會減息的話 現在在猜中Q3 今年的Q3 是會出現第一次的減息的 但是通常減息的步伐 都是你預期就預期它很快 真實通常是慢過預期的 即是我當這樣去推遲 就是Q4美國才減息 美國Q4減息 那什麼時候才減1厘呢 因為現在的差價還有1厘 4厘和3厘還有1厘 什麼時候才減1厘呢 起碼減幾次 例如我當每個quarter減25個Bips 25個基點 都要用三個季度 才減到1厘的幅度 即是至少是25年的年中 或者下半年才到 再加上一個因素 香港永遠減息 都是慢過美國半拍的 半拍是多少 就是半年 通常是慢半年至6個月至9個月左右 所以去到25年的年尾 香港的high bar 或者叫供樓的按揭利息 才會低過 明顯低過 或者是才會見得到的數字 減出來是低過的組金回報 好 今次政府和金管局 其實大合奏都放生了過去兩年 其實摩頂入市的買家 也都幫到潛在新工應 連貨尾五萬多貨的發展商去賺貨 其實之後的路怎麼走 就會交給市場決定 今天謝謝Kevin和大家的分析 節目時間到此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還有不見 把貨尾五萬多貨尾的 買C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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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